Hello 大家好 我是蘑菇 我是小金火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视频呢 是我俩现在手中的香水的分享 其实我觉得这视频还挺难的 就是因为我们俩的词汇 有点贫乏 然后这回呢就是有一种 国家汉语词汇考试的感觉 就是要为大家形容出 就是每个香水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假如你们喜欢我们这支视频的话呢 就继续看下去吧 记得给我们点点收藏 喜欢我们的话点点关注哟 对 好吧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们先说我们两个手里一样的这支吧 这是这个 Kloe Kloe的黄丝带 然后呢请大家详细的看一下我这个Kloe的那个 这个东西 简直了 这是出土文物吗 这是 它这个五金件原本就是那种青铜色 对啊 而且关键就是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是不是银的呀 然后我之前还有就是牙膏给它刷过一次 但是也都刷 最最多最多就刷成像黄虎牛这样 但是我这个买了也只有三个月不到吧 对啊 然后它就又养化成这样了 我感觉我都是当从就是我们家院的土地里 刷出来的那种 但其实我就是把它放在柜子里 我按照里的养化也不可能放柜子里能怎样养化呢 所以它这个五金件真的有问题 对啊 假如你是喜欢那种美美的小鲜鱼的话呢 你就绕道而行吧 嗯 但是它这个味道其实我挺喜欢的 嗯 你也可以讲这个 你也可以讲这个 今天有一种 但是就是我对这个味道 我刚开始是就是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老师就是用这个味道 然后当时觉得这个味道特别有气质 然后特别女人的那种味道 然后呢但是后来呢 后来我就是让我去买 买完以后呢我就喷 喷完以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味道有点稍微稍微有一丢丢成熟 然后就是我感觉它这个香味就是感觉是一个就是白领 然后年龄大概是30岁左右 然后呢穿一个裸粉色的套裙 然后呢脚上踩着一双不凌不凌的机密处 因为它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甜美 你就拿着它首先闻到你能闻到一股蜂蜜的那种味 嗯对对对这蜂蜜味很濃 特别明显的蜂蜜味 然后但是你喷完了之后呢 我现在闻一股铁锈味 它的流香时间非常非常长 真的那天那天我跟某粉丁 我们两个人坐飞机在飞机上涂了 我差点晕机你知道吗 对因为我其他的香水都是那种香味比较淡的 然后流香比较短的那种 所以我就按我喷其他香水那种量喷了它 喷了之后就是我喷其他香水基本上我自己是闻不到的 喷这个我自己都能闻到我笼罩在一股甜美的那个味道 但这个我觉得这个味我闻多了我头不头 然后而且我男朋友有一次我喷这个香水 然后跟我男朋友出去玩 然后男朋友说你喷的是不是可罗铁的香水 我说我的天我说你这种直男竟然知道我香水是什么牌子 你竟然能闻香水是牌的 我说我说你怎么算 他说之前那个某某某就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 他说就是不是这个香水 第二天我就把这个香水给我妈了 他对这个香水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然后现在我就把这个香水给我妈用 然后这是从我妈的那个里面拿出来 但是我曾经涂过这个香水最后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其实我后边的香水都和这个的风格差的比较多 因为我其他的都感觉就是太冷淡了 然后我就想要一点甜美的感觉 然后所以买了这个 但这个香水的我觉得真的这个香水的识别度很高 这个香味很特别 我该下一个 然后我还有一个甜美系的香水就是这个 这是Lavin的应该是 这个味道也是那种很甜美的 但我觉得 能不能不能 但是这个的攻击性就没有刚才那个那么大 这个花香更多 这个也很甜美 然后是在这个之前我唯一的一个甜美系的 但是我很少喷它 但我每次喷它都会得到好评 这个你知道像什么吗 我突然脑海中有画面了 就是像那种法国后花园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就是那种花团紧簇 但是是那种法式的 我觉得它这个名字起的真的就还挺符合 就是那种你喷上它 就你周围的人都会感觉 你是在那种甜蜜的幸福感里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感觉这个就是要带那种 就是那种大礼帽你知道吗 然后这块飘一个那种粉桃红丝带 然后坐在那种法国香气立社大到前面喝个咖啡 然后那个香水我觉得超级合适 然后两边那种大树要那种绿音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是那种in love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有甜蜜的小气泡的 对对 小粉红色气泡在旁边缓绕着 我为什么要一直这样 好下一个 下一个呢我也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甜蜜的 就是这个 这个我之前看那个就是那个 在翻包的那个里面要给大家说过 然后这个是那个juicy couture的那个 然后呢它这个是什么 juicy couture couture whatever无所谓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包装 我觉得这个超级好看 我买的这家是小的 然后它再大的那个更奢华 就是那种桃红色的丝带 我超喜欢 而且它这罐还有那个金色的那个 它的那个标志 然后它这个味道 它这个味道就是那种 然后这个是它 反正我有印象里最常涂的一个香水 因为它是 因为我有一个滚珠的这个 我在开包里跟大家说 不是 翻包里跟大家说过 然后呢 因为它这个滚珠太方便了 我随便就是 有的时候我出门忘了涂香水 然后我逮着这个 我就就是 就往手上滑了滑了两下 然后它这个味道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它这个味道 那个特别那个味道是什么 粉味吗 有种粉味 对它是 稍微有些脂粉气息的 对它这个是那种花香带脂粉气息 再带一些甜美的那种 嗯 就是你看我什么样 你就觉得 它就是那种大甜颈 对 就是那种容易喷的 因为你大甜颈肯定得化点妆吧 对不对 然后呢肯定就是会穿一些 比较粉红色呀 然后比较桃红色少女的这种装扮 然后呢就是 我觉得超级适合这一支 嗯 然后我下面要说的是这个 这个是Chanel的绿色的蟹后 这个应该是Chanel他们家 我比较能接受的一瓶香水了 就其他的 包括粉蟹后我都受不了 就是粉蟹后可能 可能就有点这种 就是那种甜甜的味道 这个完全就是那种 有点薄荷的感觉 青草味 嗯 它有点薄荷 就是很清爽的味道 拿清清 拿清清 对它就是那种青草的味道 是 有点中 其实这有略微的中性 对对 这个在最开始 我没有买这些甜美的香水之前 它就是我夏天的唯一的 但是 我有一种 六神 六神的味道 它的这个感觉 不会像你刻意的用了香水 而是说 有点像你刚洗完澡 用的一个味道比较清色的 沐浴卤 就是你一天下来 都感觉你是在一个fresh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这个挺适合夏天的 对就是那种夏天 可能周围的人已经 你的整个状态 装已经油乎乎的啦 什么的 就是黏黏的了 但是你的味道 是让别人走到你旁边 就会觉得你是刚洗的一个很舒服的 有点像雨后的那种 对对对对 就是有一点淡淡的青草的 很fresh的感觉 嗯 不错这个味道 然后呢下面呢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 真的是fresh的 这个呢就是fresh 嗯 好 这个呢就是fresh的 然后呢它这个是sugar lichy 就是糖果荔枝吧 嗯 对它是荔枝 就是荔枝味 嗯 它这个味道就是甜美荔枝味 它不是那种很 就是像比如说什么气味图书馆啊 或者是祖马龙 也不是祖马龙 反正气味图书馆是那种很写实的荔枝味 对对的 但它这个不是写实的荔枝味 对对对 气味图书馆对于所有的东西都太写实了 但它这个不是写实的荔枝味 这个你乍一闻你不会觉得它是荔枝味 但是你可以去联想到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荔枝被剥开露出它juicy的血白可爱的 裹肉的那一瞬间的那个感觉 而且它这个是那种 还有一点点小梅子味 嗯 那甜美之间还 薛薇有一点点微酸 对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就是也 我觉得这个味道就有点酸酸的那种味道 我觉得还挺清 就是挺清新的 就不是那种脂粉味特别重啊 或者是特别女人的那种 其实这个还是就是那种 混皮生的味道 对对对 这个味道真的不错 然后呢我觉得它这个包装 哎呦我瓶子呢 然后找不到瓶子 然后呢这个包装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这种感觉的包装 对对对对 最好对我哎 有气质甜净那种味道 不是那种给人攻击感 特别重的那种味道 对对 然后下一个我要说的呢 是这个 是这个Docci Gabbana的Light Blue 就是这个 现在好像还有这块香粉吧 我不知道 还有呗 这款的外包装 我真超喜欢 它是那种 它那个纸盒 是天鹅绒的 哦 蓝色天鹅绒的 淡蓝色 我似乎像这个颜色 对就是这个颜色 但是天鹅绒的 哇 当时就 我的心被击中了 但它这个味道呢 我以前是很喜欢 但是自从有一回 我在地铁上 跟一个人撞香了 后来我就很少 但是这个好像是中性 男的也有喷的 对对对 哎你烦了 一会喷你脸 不是 本来有嘴 这个味道 就是它刚开始 酒精味比较重 你可以等一下 这是那种 很冷冽的那种 凌冽 它这个感觉 它这个配色 你也能感觉到 它大概是什么样 就是像在希腊的那种 对白防蓝 对白防蓝瓦 然后那种白白的阳光照下来的 一个穿白衬衫的男孩子的那种味道 然后白衬衫 牛仔裤 配一个乐服鸡皮鞋 就那种 你们懂啊那种 对反正就是很地中海 对对对 感觉它的头发应该是略微有点小卷 对对 就是一个很阳光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 假如我闻到一个男孩子身上 它这个脸是个长脸 不是圆脸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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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假如我闻到男孩子身上这个味道的话 是会让我 景宁眼有一些灵异еле对面感的那种能量 心动的那种感觉的味道 噢噢 那既然你说到这儿了 那我也给大家说一下那个 就是 saya lepre 这个是ww Arena Prince的一款香水 然后呢当时我之所以买这款香水是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就是 暧昧对象吗还是就是反正他是一个初恋的这么一个感觉的一个人 然后呢他有一次然后有一次我们俩出去就是玩 然后呢他然后我就闻我说我说你这样你喷的什么香水 然后后来正好我跟我接然后就走到那个巴布雷的砖轨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喷的是这个 然后当时我真的就是我本来对他的感觉就是其实还好 就是80分到90分的快运 70分到80分的快运 嗯对就是这个香水真的给他加了很多分 我也是就是一个男的假如他身上味道好闻 他会在我心里留下一个味道的印记 对就是他这个味道是什么 对吧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男人 就是很木质调的味道 对然后我是完全喜欢木质调香水 加上一点烟草的那种那种回味 然后就是你感觉这个人很有故事 对很有故事 然后就是那种就是你感觉是冬天 这肯定是冬天这肯定是冬天 感觉就是一个穿着 嗯就是那种泥子大衣 对那种泥子大衣 然后衣围在沙发上 然后点起一个烟 安静的看着你眼神中流露出无限的温柔和故事的那种人 对是那种很沉静的那种男人 不是那种那种男人 就是很有 我是不喜欢任何南乡的sports款的 嗯但我男朋友就是做那种 我完全不喜欢 就是因为我可能更喜欢就是这种木质香料的味道 但这种就是个成熟男人 就是要成熟的那种对吧 而且他这个我感觉他这个包装也很好啊 他这个包装整个也会给你很一个很暖的一个感觉 这个其实如果你喜欢南疆 喜欢那种有点木质的那种感觉 你一定要试这款 一定要穿的 然后我要说的下一支是我好像人生中的第一支小丝就是这个 这个 我第一支用的是这个 然后那支就已经用完了 这个是后来我的室友就是从国外帮我带的 这个味道 这个 这个分择一生 对对对 他其实很便宜 他也是个男香 他的女香是尖尖的 我之前碰过那个尖尖的 我更喜欢这个 他是一个男香嘛 假如在男还是身上 我形容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涂这个的 就是一个青葱大男孩 你的初恋 对 你记忆中班级里最干净的 高高的永远 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 很安静的一个男孩子 应该学习也不错 对对对 就是很安静的会写诗 然后读来读往自己一个人 有点文艺的那种 对对 就是一个这样的味道 分林松树的那种味道 就是你感觉这个男孩应该是个 很瘦 很瘦 他的手应该很好看 对 手很好看 头截应该挺大 然后 然后白白的 然后也永远都穿素色的衣服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个味道 就是女生涂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夏天涂 就是你就是随便穿个衬衫啊什么的 穿个款式简单的裙子 很适合 然后呢 下面 然后再说一家Bubberate吧 这个是我所有香口中 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个香口 这是那个粉 什么粉格子吗 这不是粉格子 就是白格子 这个 这个香口是我上高中 高二的时候 我就对这个 我就情有独钟这个香口 就一定香吧 但那个时候太小 不适合这个香味 这个香味超级女人 就是 这个味道有那个 叫什么 什么那个弹 蛇香 对 这个蛇香味 蛇香你要到最后才能闻到 现在目前为止 给我的味道都是香草味 但是我是不喜欢香草味的 我超会喜欢香草味 就是 好像这个味道 我怎么给你香草味呢 这个味道就是那种 你看我现在穿的 这个味道 我觉得彻底是 我今天这一声音 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 甜美之性 对 这是目前为止我不太喜欢的 你的香草味 我超级喜欢这个香草味 我觉得这个香草味 就是那种 大概三十岁左右 然后是那种 就是 非常有女人味 我觉得这个比你那个 是哪个呀 这个比这个可欧依的这个 还有女人味 可欧依这个稍微更年轻一点 然后这个的应该是 就是 肯定会天天做直觉的那种 对 对吧 就对自己的各方面 一路一表 管理真的很严格的那种 对 这个为什么这个 我真的好喜欢 大家 你们一定要 就是如果你买 罗斯富兰亚 或者什么 瑞德拉斯 什么那种地方 你们去问 英文的 你们懂我的这种 描述 好吗 这个呢 这个也是巴布雷的 之前 之前我真的是 之前我本来想买这个 然后呢 但是呢 我又去机场 机场没有这个 后来呢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然后呢 这个 你看这两个 其实感觉有点差不多 这个也是巴布雷的 这个叫 捷拍 然后呢 它这个味道呢 这个就是像什么呀 就是 这个女人 换晒衣服 然后呢 又去打 网球 的那种 它会喷这个香水 就是也是 虽然我是在做运动 但是我是个狠女人 它没有很强的花香 或者果香 那这是个什么香 说不上来 安妮味吧 安妮味 是个清香 好吗 对 那我们一人就剩一个了 是吧 对 然后 这个是我的 常年 就是我的味道 It's me 但是可能我最近 有点想换了 因为这个是100毫升的 这个是那个 艾玛士的 菊彩星光 我已经用完了 整整一瓶了 这也是我的第二瓶 也用了蛮多了 就是刚喷出来 很多人会觉得 或者你到那个 斯芬兰去试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很难闻 它有墨水味 但是 就是在你的身上 就是过一段时间 三四个小时之后 是它最好闻的时候 它不是墨水味 它是松树 像松枝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就是 特别冷 对 就是你一般 你闻松树的松枝的那个 你都会觉得有点刺鼻 那种味道 有点太 你刚喷的时候 它就是那种 很难闻的味道 是你来说 但是假如你喜欢 就这一挂的 你就会觉得还能接受 但是它三四个小时之后 就完全是和它 就是背道而驰的味道 现在你觉得它特别冷 三四个小时之后 你就会觉得它是 就是有点像那种 壁炉里面 然后在烧那种冬火 就是那种很温暖的 炉火 微微有点橘子 然后又有很多 苔藓啊 木头啊 在一起 我觉得这有点像 你之前看不到 致命几春季 然后他们就说 启文听那种 就是壁炉里面 琵琶声响的那种 我感觉就是有点像 听壁炉里 琵琶声响 然后在那种空气中 弥漫的这么一个味道 而且它这个味道 就是后期的味道 会让你觉得是 很温柔的 很沉稳的 一个女性的那种味道 这个其实也是 我很早很早买的一个 咱俩真的喜欢香水的方向 就是 完全不一样 这个也特甜 就是那种甜美的那种 它这个有一种 这个真太甜了 这个完全是我接受无能 但是它就是 它就是那种什么呀 它是那种要梅子味 雪梅 化梅的味道 化梅 化梅的味道 拉的味道 它是琳琳 琳琳喷的 但是其实 反正Benefit的香水 一直在我心里 就不是很高级的味道 它是那种可爱 化梅 就是小女生 它始终它用的香料 不会用那种 就是相对比较名贵的 什么木头啊 什么龙咸香的这种 就是感觉 它始终吃得那种水果呀 花啊 我感觉它 就是喷这个的 大概应该是 十六七岁高中女生 比较适合 或者就是那种 始终是很俏皮的那种 对对对 现在我是 我这已经树枝高阁很久了 对然后呢 现在我们俩已经 基本上的香味都说完了 然后呢 我是其实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 就是说 甭管说是什么样子味道的香水 然后呢 这些香水最后在你身上 就是最后留下的那个香味 其实是跟你本人的这个 就是身体里 你自己散发的这个气味 它们是会混合的 就是每一个人 甭管你用哪个香水 你最后用出来的那个 流香的那个味道 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会差别特别的大 对对对 去淘宝买那个试用妆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就是这个味道 试两个整天 你去感觉一下这个味道 究竟适不适合你 好呗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香水收藏 以及我们对这个香水 一些理解呀 以及背后的一些故事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 你们可以去 比如说斯福兰 现在有好多就是那种 可以就是闻的那种 好多香水都展在那里 你要去 它不是可以喷那个小片片吧 你当时闻的那个味道 就记住 就是只是它 那一瞬间的味道 你喷了那个小片片 然后你拿着那小片片 出来兜里 你就去逛街 你就该干嘛 该吃饭啊 逛街逛街 等到你最后要离开 这个商场的时候 你再把那小片片拿出来闻 假如这个味道 你还是喜欢的话 你就可以买了 对好呗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香水分享啦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期 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点收藏 然后关注我们哟 然后什么推荐啦 投币啦 然后好呗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